你說有很多裸露的戲嗎 那最大的尺度到哪邊 就是需要心理建設的程度 從你以來最大的尺度 台劇我願意預計 今年第四季上映 描述邪教操弄人心的故事 飾演邪教師傅的姚純耀 率領一般信仲開視訊法會 師傅的身材有需要那麼好嗎 我很瘦啊 沒有什麼瘦 他那個 他那個腹肌是從冰 冰箱邊那個冷凍櫃拿出來 那一盒的冰塊嗎 那你看到腹肌吧 我們都沒有看到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一樣的看過 他有搖出他的腹肌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比較 就是對 我也吃過他的 這個序盒可以看到 自然跟他的邏輯這樣子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昨天那個海報上面 還有人留言說 吳哥林是誰 怎麼沒寫的 對不對 吳哥林是我的本名啦 我覺得本名跟自己 成長過程的那些 所有的情感連結比較重 那我覺得用本名比較 不那麼溢滑 我比較溢滑一點 好我們再來問一下 吳哥林同學 這部戲拍攝過程中 然後遇到什麼比較辛苦的事情嗎 是不是只需要 羅漏吧 也算有很多羅漏的事嗎 那最大的尺度到哪邊啊 大家看播出就知道了啦 真的嗎 真的 是你也下到的尺度嗎 有非常 難以 就是 需要自己建設的程度 但是尺度 這樣我真的很期待 最大尺度 從你以來最大的尺度 真的喔 廢物懸裸 什麼廢物懸裸 還做一些很 害羞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的腹肌還在嗎 現在沒有 真的沒有 現在 你們兩個一起漏啦 煩死了 三 三個男生 三個男生 三個男生呢 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比較好看的啦 你不漏了 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尺度 好 好 不然我拿頭文畫好了 好 你拿頭文畫你也可以 我是想看他在這邊畫兩個胡子 我只是想看他就是 就是如果變成江陽大盜的感覺 會是怎樣 我希望他把眼圈畫到這裡 來個字好了 然後長哪裡 這裡 哪裡 哪裡 這裡 鼻翼 鼻翼 好醜喔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醜耶 對 然後我跟網友說 因為這次分成六七合 他們看不太清楚 跟明會是拍一張 傳在自己的IG 就是什麼時候看 好好好 現在拍 最後再幫大家問一題 因為剛剛跟明有說 在什麼 首部的時候 都會漏腹膝 其實 我們要先把這個定義清楚 首音的記者會救到可以嗎 可以 呦呼